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内地猛料 内地猛料在新北市 即是台湾方面 发生了一宗恐怖的灭门惨案 整个台湾都震惊了 我相信也不知道只是台湾 真是震撼大中华地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我们稍后会看看 另外,这个真是激过河太 河太,你这么直接 对着镜头说 叔叔给了你肉体 有人说,用不用这么露骨?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更露骨 近期流行,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也成为内地热华 因为有一个小三大包 和大伙说,你老公厉害了 有多厉害呢? 现在大家是不是流行 爆自己的床屎出来呢? 稍后给大家看看 另外也会说 另一宗新闻 就是关于 真是发达了 河白不用怕了 到时候不用了 要什么新河太 用程式按钮 按钮之后 有很多人来找你 因为内地辞鸣 这个手机 不是电照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电照 网照 这个叫上门打骨服务 东郊度假 想着来香港上市 会不会在香港推卖呢? 因为他曾经涉及的 颜色东西 即是说那些技术 有得包拙的 哇 不用了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呢? 真是 一百万 玩到你瘦了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香港昨天下午下大雨 但是在佛山 在广东佛山街头出现了线状雨 很奇怪啊 这个现状 为什么那些雨这么奇怪呢? 究竟是不是天上有什么 这么古灵精怪意状呢? 根据网传影片看到 马路上面那些雨水 一条条小雨 很奇怪啊 看上去是一条条的 何谓一条条呢? 举例 你站在这个位置 沐浴 你站在左手边沐浴 唯独是中间有雨 这个有几个超局部呢? 不知道以为楼上爆水喉 只是淋湿那里 不是啊 天下雨 这种超局部降雨 只有两三米 不够阔 你想想一道门的 那个阔道 每个人站在那看着天 哇 什么事啊? 难道天裂开了 突然有个位置爆水喉的天空? 这个位置就在这个蝎城区 丽精新村附近 有人就说 这个世界是不是出现了北呢? 难道 那个地池风暴 搞到天这样 弯了 有的 其实局部地区性 这些骤雨也会有 但是你说这么夸张 可能 马路位过马路的部分 只是淋一条斑马线而已 其余左右两边都不淋 你不是吧?这么搞笑? 对啊 就是这么搞笑了 所以有人就说 哇 天降异常 当然这些 远不远不远也会有的 不需要这么担心 另外也跟大家跟进一下 关于新北市 这一宗真是大新闻 因为震惊了整个台湾 非常恐怖 说到整个灭门惨案 在新北市三重区 高级住宅区 高尚住宅区 就传出 祖孙三代三思命案 哇 真是一个都不放过 一位69岁姓楼的老虎 30岁儿儿女 和三岁儿的孙 就被发现 躺在房间同一张床上灭 而且 每个人都被卷着棉皮 死去多日了 而且说到二十四岁的女婿 下落不明的 根据台湾的媒体报导 因为姓陈的女子 因为整个星期找不到她妈妈 于是 就去她妈妈和妹妹住的 新北市三重区的住所 发现门锁了 闭闭闭的没有反应 闻到一股臭味了 于是就报警了 警方和消防抵达现场 找开锁佬 帮忙开 发现了一位69岁姓刘的老妇 和32岁儿女儿 三岁的孙一共三人 真是三代 睡在睡房各自被包着棉皮 已经围体肿将了 有私水流出 而说到最离谱的 就是三岁弟弟的口中被人塞了毛巾 真是手法凶残 三名死者没有明显外伤 屋里的窗户全都没有打破 屋里也没有乱乱 客厅和两个房间很乱 全部都是吃过外卖的筷子和餐盒 但是很奇怪 曾经来过婚 又再重婚的第二大女儿 他说跟24岁姓张的丈夫不知去向 这个儿女儿30岁 再嫁 嫁给她小6年的男性 这个儿女儿也遇害了 但是她的丈夫不知去了哪儿 好了 报案这位姓陈的女儿就说 最后一次就在4月底跟妈妈聊天 哇...这么久了? 但是在5月4日再打电话之后 就已经找不通了 透过拉网 联络母亲和妹妹 用文字短讯 后来就知道原来妹妹 曾经为了丈夫向妈妈借了40万新台币 两姐妹因为钱钱的事罵得不愉快 警方表示现场大门反锁 死者没有明显外伤 屋里也没有介入的迹长 这件事件... 接下来有《新晋展》 《新晋展》是什么呢? 首先... 整个社会都很关注 因为就是那位24岁的丈夫 现在有重大嫌疑 在昨天警方在台中一间日租套房 找到姓张的男士 即是二女的丈夫 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 当地警方整晚翻查闭路电视 发现这位姓张的男士 搭着白牌的士离开自己家 然后带着一只狗 应该是他自己养的狗 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住家的社区 警方漏夜通緝 在台中市西团区 一个日租套房就埋伏 破门 把这位姓张的男士制服 这位姓张的男士原来是通緝犯 他更加涉及诈骗 真的不是一个好人 那好吧 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个男士的 那个女死者三十四岁 即是他妻子 原来曾经在网吧 早餐店、茶饮店、牛肉面店 不同的公众也做过 也怀疑在台北市一间区乐部酒吧 担任接待 这位女死者 即是二女的姐姐 即是她大姐姐 就说了 她妹妹很晚才下班 是这样的 也挺夸张的 因为之前怀疑是否涉及 是钱钱的事 老婆问我 妈妈可不可以借钱给我老公 这样就很暖农 现在灭门细节就曝光了 大家还在想是否是钱的事 其实是这样的 一说起钱 几亲的人都很暖农 你看看何伯何太就知道了 四百五十万 你要四百五十万 还是要一间公屋 放在传媒上 自己赶上东章 打算找人去平礼 搞到五个子女都烦 搞到她自己都烦 有些人真的抵受不了压力 疯了 根据台湾媒体引述 消息指出 据初步了解 原来这位姓张的男士 怀疑她老婆出轨 就说 争吵当中 恋死她老婆 隔天之后 又跟外母因为钱的争执 就杀害她的外母 和三岁的继子 那位三岁的弟弟 就是她老婆和前夫生的 真是 会瘋的 你不用 又有钱 又怀疑自己带绿帽 当然她不是一个好人 有人说诈骗集团通緝犯 对吗 真是 很誇張 这件事 又是钱 感情问题 什么都有 身受救恨一朝了 重要的 这位女死者 说到 丈夫 重婚 她们今年才结婚的 今年五月 现在才五月 结婚不够五个月 已经怀疑大陆不好 很幼稠 所以 这些结婚 某程度上 未必要看清楚那个人 唉 我不会说 那个女生 死者是怎么样 或者男士是怎么样 我们不是从人格 不是从批评人品 但是你看到 大家都有一些过去的 你过去的时候 这么快闪婚 今年结婚 转过来就因为这样的事 就出现了凶杀案 其实某程度上 我们经常都说 戴眼色人 你不要以为一眼就定恩怨 真是出事的 所以 可伯告诉你 有时候有些事 唉 不要几十岁 是啊 我 就是 我不敢你说你晚节不保 可伯那些 你都五个儿子 什么晚节 但是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不能够看得太普通 爱 是的 有情喝水饱 爱 会被很多东西蒙蔽住 你见到台北这件 真是灭门惨案 麻酸三代都被杀害 其实也真是恐怖的 就是犯下人类 常常都说人 那些贪真痴的问题 所以其实也 哎呀 糟糕吧 这件事 希望早日快点水落石出 找到原因了 好了 另外也说一下 这个也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为什么呢 内地有这么多 现在上门打骨apps 需要什么跑去骨牆 需要什么跑去水疗 一个apps 选择了寄师 上门帮你拖 连出街都不用出 所以你的妻子门你不怕 她妻子上班 然后她老公找个apps按 我都不用出去 老婆在哪里 然后有女儿上来 哇 这首间上门按摩企业 叫东郊度假 就说传出这个IPO 打算来香港上市 在内地这间是非常出位的 上门打骨apps 的公司企业 因为她五年而已 成立了 自称 坐拥千万用户 消费者 你开软件 就是可以可以 二万五千个技师 选择 颜值较好 身材火辣 哇 做中式推拿 太式SPA 每次收费 二百到五百元不等 当然 他们肯定是告诉你 正过正骨 有人就说 哈哈哈哈 人邪骨症 你没得玩 但不是 记不记得有一次报告 就是 人正骨邪 心正骨邪 哎呀 你以为真的找人帮你 打骨 然后 企业 走到你的耳朵 吹一下你的耳朵 先生 需不需要 这些服务 哇 怂恿客家中 升级多些特殊服务 哇 你真是 如果你在香港上市 会不会 在香港上 推卖这件事呢 其实 如果你在香港应该看不到 你试试在内地 打开东郊度假apps 上门按摩apps 这个服务 扩展内地五十几个城市 个个穿着黑色工作制服 美女技师 有得简硬席 又可以看近远 距离有多远 评分高低 自主 24小时服务 由中式推拿 脊柱 酸鸭 非为彩耳 山城足疗 签体乱工spa 每次200到500 一小到80分钟不等 当然 他里面有很多人说 很色彩 当然因为 他的广告 无论在小区的电梯 厕所 每个都穿着很漂亮的制服 写着24小时上门的服务 真是 而且他没有男技师 更加试过在315打架 有福建台的记者 试过有个技师跟他说 可以帮你做一些特色 潜烈线保养的 给你体验一下 这些色彩的东西 很老实 我只需要498 不用一百万 真是的 一百万 包含你 填烈线通到 通到出位 真是的 什么都通 所以我来之前就说了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关注这件事 我经常都说了 性价比 你一百万 你享受一个人的服务 你想想 你四百 我当你五百 齐堂五百 你天天可以享受不同服务 每个人都不同 任你选择 在电话中选择 看得你真是心花怒放 就算你说不要 搞什么 古灵精怪 色的事 你还是想找人帮你 擱一下 按一下 要叫那技师上来 可不可以帮我弄一壶汤上来喂我饮 500元喂你饮汤 哇,值得吧 他的技师值得 我上来,这个伯伯很奇怪 他叫我上来饮汤 陪我喝汤就可以了 很老实 我觉得你那一百万有时间去撕 真的 所以这些真是认真夸张 另外这些夸张东西不及这个夸张 我一打开内地那些新闻搜寻软件 我一见他就弹了出来 哇,我说这么夸张 即情 那些留言多得拍得住可白河太这件事件 因为这个标题就是这样写 你老公奶过我身体每一个地方 哇 正所谓 小心 小心 对啊,惊人雨露曝光 当然了 河太的那句话 我们看到何止听出以由 哗哗的声 说到说 阿叔给了肉体我 我们就说 你这些东西都放上大厂 不是吧 放上公众 要不要吓人才行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说 真的看得大家都眼睛睛 因为近期有一个说 内地网红 叫燕小建大人 就被爆分内出轨 消息传到热腾腾 爆料者就说不是其他人 原来就是他老婆 他老婆的网名叫下门 燕小建大人 老婆 那这个女孩 即是人妻 不但爆她老公出轨的证据 家丑不出外传 现在这个世代不会不外传 一定是外传的 所以 我经常说男也好你也好 现在都已经 是的 你有做什么 糟糕的事 你就被人放上网了 放上网 让大家评一下你 不害羞 你也不害羞 我为什么要害羞 曝光说他老公的情人 和他一段录音 说两人女士之间的争吵 简直颠覆我们三官 击过何太可白之间的对话 就说这个女孩特别稠张 那种无耻令大家震惊 虽然说燕小建大人 这是合法夫妻的关系 但这种肉酸的事也不应该 拿出来说 一位内地网红太太爆料 她老公偷吃 发布了一条 这位人妻和小三的对话录音 她在简介里注明 2010年一起 2018年结婚 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 为外面的所谓爱情 抛妻弃子 这样的 把自己的材料都贴出来了 就说跟这位网红结婚五年 登记了一个月 奶奶因为病就离开 她老公是一名健身网红 非常优秀的 她老公为了事业 说到这位女孩 自己承担所有家务 照顾孩子的责任 没有的 就是为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结婚后 他们就有自己的孩子 未来的幸福是完全有理由可以预见的 好了 但是出来偷吃了 为什么呢? 真是认真夸张的对话 说到这位小三厚顳无耻 有多厚顳无耻 我们都要... 哇...是不是真的? 这照片全部 哇... 小三大大咪咪的 哇...真是... 好恐怖啊 看到都... 真是... 痴痴的了 那位小三的照片 被人起底了 看到... 看到... 有人就说 哇... 怪不得了 很恐怖啊 看到那些照片 对啊 有人就说 婚外出轨 本来都是很厚顽无耻的 觉得更加... 看到那些人在... 纷纷去到小三的位置留言 就说他低俗 各样那样 非常噁心 对吧 很多人都支持这位女士 当然... 那个... 语音... 真的听到... 大家看到... 两个人之间... 就非常之... 欲酸啊 说到... 唉...真是... 其实... 真是恐怖啊 夫妻之间都... 都没什么说了 可能... 已经认识了一个新女 是的 那... 认识了一个新女 接着就... 抛妻戚子 是的 所以你说... 男人有时候见到女士就心花怒放 对吧 这个女孩子... 说到小三... 原来原来是卖弄性感为主的 那个男人又健碩了 对吧 可能看到... 哇... 究竟... 是爱情啊 还是肉体呢 有人就觉得 那更加说到... 那女孩子... 小三... 跟大妻子说... 就说你老公... 奶昏我全身的 真的... 所以... 没有啊 这些事就没办法了 你说... 你... 唉... 真是... 家丑不出外传 现在个个人摆上天了 怎么办呢 你说... 为什么不平理呢 大家都会平理 有人就说... 没办法了 你看看别人... 那个小三那么霜 这样之类的 是这样的 你不看好你老公 那就没办法了 之类的 唉... 有很多人 都在同一件事里面 想起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放到上网的时候 都不知道谁对谁错 有时候有些事情 好了 接着说完这宗新闻之后 看看 内地出现了山寨版周杰伦 那代言山寨冰红茶 哇... 不是吧 那... 有时候... 我们之前介绍了很多 有些明星被代言 明明没有签过合同的 然后在网上就随便拿了一张照片 键上去 然后又说他代言 然后国家就出来打架 说这不是罚的公司 不过近期还出位这一个 怎样出位呢 就说有内地消费者买了一款叫亮莹的冰红茶 那包装上就这样看着有一个类似茅 周杰伦 周杰伦的人 贴了上去 更加标志着央视广告品牌 他太厉害了 这些山寨货 他简直是各集国家 各大家的优势 他的包装是康师傅抄得很厚的 好了 接着不是康师傅 他就贴了类似一个周杰伦的人 好了 真是骗到你闻 骗到你错 你就这样看净尔这么像康师傅 康师傅找了周杰伦代言 然后你就想着去买 原来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这个亮形冰红茶的代言人 就不是叫周杰伦 他是扮周杰伦的一位内地网红 叫做李飞飞 他的网名叫周口杰伦 糟糕 周口杰伦 他很厉害 那个形象代言人李飞飞 在包装上很小的字 接着网红 周口杰伦 周杰伦这三个字就大大 他的嘴巴特别小 博你搞错 这样的 这个公司理智气壮 我哪有侵权 哪有没有侵权 我没有误导消费者 我大大字写着周口杰伦的嘴巴小 我还要旁边写着网红代言人李飞飞 是你不看清楚的 这样的了 当然了 逢商必奸 玩这一味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买东西 尤其是在网上买东西 又说钟南山代言 又说成龙代言 又说刘德华代言 又说刘德华都用他 很多的 根本都是假的 假图 很多都是随便的 像杂牌军那样 不知道在网上找一堆图 砌下去令你以为是用的 没有的 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大家 真的要小心 买东西要小心 周口结伦我也第一次听 我还没听过这样的网 吓死你了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